好 臺北市議員陳崇文涉嫌收會監視器廠商施壓議會 這起案件持續發酵當中 不僅先前傳出其他國民黨臺北市議員 被封為四小福共同行動 如今又傳出某議員的主任叫高捷 僅來罵嗎 傳出國民黨臺北市議員王新穎辦公室主任 為了索取資料刁難警官 不過王新穎辦公室直接否認 僅回覆這是正常的詢問相關業務 而由於陳崇文妻子 他主要負責管錢 監方也懷疑他是共犯 訊後預令以兩百萬元交保 警察局太認真了 司法破壞了 頻頻喊冤 國民黨臺北市議員陳崇文涉嫌收會監視器廠商 以兩百萬元交保 不過事件如雪球般越滾越大 傳出除了陳崇文以外 還有另外三名國民黨議員牽涉其中 沒想到如今又爆出國民黨議員 王新穎辦公室主任 為了護航預算 叫市警局承辦的警官到辦公室標罵 我們就是正常的問證沒有標罵警員的事情 我們正常的詢問 詢問這個相關的業務 就是這樣而已 警員或是相關的人員 這個 就針對所知就是恢復而已啊 議會助理多半向市府調約資料 是基於問證的需求 如果是為了私利當然是不被允許的 議員本人是否知情應該要透過司法來盡速的釐清 還給當時被刁難的警察局的同仁一個公道 種種惡行惡狀傳出事件越來越複雜 陳崇文難道只是冰山一角 而關注台志光案件多年的民進黨議員林世宗 認為台志光在營運階段發生重大情勢 台北市政府應該啟動接管機制 他沒有達到他的這個網路 那個光線網路全市民的普及率20% 那再來如果發生重大瑕疵的時候 包括這些會選啊 還有這個安裝上任何的遺憶 在那個母月的第18條裡面啊 就寫得非常清楚 台北市政府現在這個弊案這麼多 弊案這麼大 那執行接管的程序啊 讓公平正義在線啊 林世宗透露按照契約書內容 市府早已可以結束 這長達25年的不平等條約 不過市府目前都推給司法 所偵查當中 只是該先做的行政調查上得趕快跟上 記者我全軍林漢廷台北 廠方報導